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种元素组成单一的纯净的 比如黄金、铁、铜、氧、氢等等很多 有的是由多种元素复合而成的化合物 这方面的更多了 水就是由氢和氧化合组成的 气态的氢和氧化合成液态的水 液态的水与碳又化合成糖 所以糖又叫碳水化合物 糖与水不一样与碳也不一样 水与氢与氧也不一样 都脱离了组成它的基本物质原来的本性特征 人就更复杂了 人有好多元素组成的 不管它有多少种元素 最终都是原子 原子又是由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 宇宙众生万物最终都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 这就是道 因为它是最基本的唯一的一种东西 所以又叫一 一是它的一种状态特征 它又是中性的 所以又叫中 中是它的另外一种状态特征、特性 根据不同的特征、特性 可以给它起头很多的名字 物质的结构越是复杂脱离大道 也就越远 我们修炼的原理就是 把复杂的物质、结构改变成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大道状态 我们人的身体是由肉、由骨头组成的 当然还有很多 简单取其中一个例子讲述 肉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有碳、有水、有氮等等 它们最终是由电子、质子、中子通过复杂的关系化合组成的 古代的圣人用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讲述这些道理、原理 再向下分解就是由道组成的 人像水吗?人像碳吗?人像氮吗?人像铁吗?人像铁吗? 人更不像原子、更不像道 所以人脱离大道脱离得太远了 所以人的肉身必定要灭亡、要毁灭 凡是脱离大道太远的东西都要毁灭的 组成人身体的物质这么的复杂 所以人的心性也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就要先把自己的心性清净 清净的非常单一纯净 也就是与道一样的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用道气炼化 炼化成什么样的呢? 把它炼化成由道直接组成的 我们的身体不管是由什么元素组成的 最终不都是由电子、质子、中子组成的吗? 这三种状态不就是阴阳和吗? 那就用道气把它分解、把它虚无、回归大道 不就变了吗? 人的身体就变成了由大道直接组成的了 这就是道成肉身 达到了这个状态 就是真身 也就是所谓的先体 我们的真身是道身 因为它是由道气直接组成的 不是经过复杂的过程 变成另外的脱离大道的东西 再去组成肉身的 所以就能表现出大道的特征特性 聚则成形 散则无形 这就是与道融合了 想获取能量随时随地的就行了 元神获得能量就是与道融合 吃饭不用嘴 呼吸不用鼻子 与我们凡人不一样 就是这样的 因为它已经修成了道身 古代的圣人为了让人与肉身区别开 把这种状态比喻成胎息 胎息是一种状态 不是具体的操作方法 有的人抱着肉身 就去保持这种状态 对肉身难道没有伤害吗 用纯精的道气化火 分解 转化 把身体炼化成是道 直接组成的 就是炼化真身道身的方法 原理 过程 炼精化气的方法 原理 过程与这差不多 以后就是让元神 直接与道融合就行了 就能得到道的滋养了 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了 只要道不消失 真身就不会毁灭 道通过复杂的关系 经过许多的层次 组成万物众生 这个过程是顺行 我们修炼的时候呢 是相反的过程 逆则成仙啊 这个过程是分解 分散 清静 洗涤 当然了 要做到这些 必须引来道气 要想引来道气 必须先修正自己的心性 自己的心性都达不到道的状态 那只能停留在说说上了 再强调一下 真身就是道身 是我们的肉眼繁胎看不见的 因为它在灵界 是肉体的精华体炼成的 所以也叫炼精化气 即使修炼成了 还要与肉体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绝对不能随意的离开 不然的话肉身就死了 因为怕出事 所以古代的人很少公开的讲述这些东西 修道修真的原理 道理 我讲的很多很详细 具体的操作方法 物性高的可以自己找找 具体的感觉 特征 我几乎都没有讲 为什么 就是怕被骗子利用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有许多的方法 没有绝对的 不要停留在一个方法上 一点也不敢改变它 这也是许多人修不成的原因之一 那个方法适合它 不一定适合你啊 比如修炼原神真身 在过去 有仙界的师父帮助你 如果仙界没有师父帮助你 怎么办呢 如果仙界的师父是恶魔 怎么办呢 即使是当初修成正果的圣人 有好多的人 就是因为心不够坚定 也可以说是被自己的徒弟徒孙 拉下水的 对待自己的徒子徒孙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偏心的 是有点偏爱的 久而久之越走越远了 偏离了大道 偏离了大道之后就成了魔 跟着有了魔性的师父 也会影响自己的修为境界 所以一切都要依靠自己 大道包含宇宙万物所有 谁也讲不完的 所讲出来的只是一部分 一部分怎么能等于大道呢 但是一点点的也不讲 别人怎么了解呢 都是讲出一部分 让人找准方法 找到方向 剩下的依靠自己 我们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小心 不要随意到处乱跑 不到那个地方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地方的危险性 有人讲他的阳神出来了 就四处乱走 上天入地 见到很多的神仙 但是他们讲出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古代圣人的描述上 并且是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 不知道圣人真正要表达的内涵意义是什么 他还说他的修为境界高呀 可能吗 你修成真身道身了吗 不管你现在有多么高的修为境界 毕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呀 其中的经历 发生的事情 肯定是很多很多的呀 结果呢 他们讲述的都是一些空泛的大道理 玄幻的道理 不着边界的解释 基本上都是利用别人的东西 我就不明白了 每个人遇到的景象 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 你不经过那个劫难 不经过那些经历 你怎么可能体会到那个境界 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境界呢 更不可能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 看样子他比他的师父都厉害 比圣人都厉害呀 万事万物的生长发生 与毁灭都是一步一步发生的 单道修真就是要经历这些过程 不经历这些过程 怎么能找到万物众生的规律呢 你就不可能知道宇宙的基本法则是什么 修炼遇到的景象 境界的描述 详细经历的过程 我都没有讲出来 也不想讲 也不敢讲 一个是怕人停留在那个地方不动了 是给人留一个很大的空间 使你将来的修为境界有可能超过我 如果我讲出来了 你停留在那个地方 再想再超过我是不可能的 这是为了给你留很大的空间余地 让你自己继续地修为 尽量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潜力 修为的境界是没有止境的 大道是可以无限靠近的 但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真道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怕被骗子利用啊 好多东西过去的圣人也是没有讲出来的 所以才是后人产生了许多的误解 等到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骗子也就原形毕露了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骗人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要瞎乱编 更不要为了名利 显摆标榜自己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